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16年秋季如荫之夜 我们的歌剧《上帝在编织》呢 当时这部动人的歌剧是由雅婷传道所编导的 如果忘记了可以跟我一样上YouTube去回顾一下哦 而这部歌剧所述说的就是一位叫做 井上一支柱的日本宣教士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这位台湾山地之父吧 在介绍井上一支柱之前 不得不先提到他的父亲井上迷之柱 井上迷之柱在台湾日治时期 位于花莲港附近的一间张老公司工作 1906年的时候 由于当地原住民部落与张老公司发生了一些纠纷 有25名的日本人被太鲁阁族人以出草的方式杀害了 其中也包含了井上迷之柱 当时才24岁的井上一支柱已经在日本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正在参加退休会的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弟弟寄来的明信片 内容提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 这样的噩耗让他当场悲愤到说不出话来 然而就在他离开人群独自一人的时候 却想起了圣经的教导 要爱你的仇敌 又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 所以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 因此他深信即使是父亲的死 也是由上帝的旨意而发生的 虽然不明白 但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每天为台湾的原住民祷告 祈求早日能够有人传福音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变成善良的人民 我想任谁也想不到 父亲的死居然会成为日后井上一支柱 来到台湾原住民部落宣教的动机 1908年的夏天 井上一支柱在祷告中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 你爱我吗 他回答说是啊 主啊是的我爱你 那声音又说去喂养我的羊 如此反复了三次 井上一支柱心想到底谁是他的羊呢 后来他终于明白 他的羊就是他所挂念的台湾原住民 虽然身心软弱的他 很希望上帝能够将这个苦碑挪去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顺服 接受这个使命 用传福音爱仇敌的方式来进行他的报复行动 为了前往台湾 井上一支柱学习医术的研究 以便到时候可以到台湾山地的医疗所去服务 他也研究原住民的母语 好让他可以跟原住民沟通 终于在1911年他凑逐了旅费 得以出发到台湾 并得到在加拉牌 台湾原住民医疗所执行 执行勤务的派令 虽然得暂时与七小分开 但以当时原住民尚未完全规划 所到之处又都是崎岖的山路 而且还有各种未知的危险 以及不稳定的山地情势来看 或许这样的安排是最好的 隔年夫人小野千代 也抱着殉教的觉悟 带着孩子来到台湾 井上一支柱在台湾的工作 虽然还算平安顺遂 但却在1915年的时候 收到政府的警告 不准他对台湾原住民传教 因此他也是只能从事医疗的工作 无法得到传教的自由 1916年他再次提出了 传道许可的申请 但仍然得到不许可的结果 即便感到失落 他却相信这是上帝 在试验他的忍耐还有真心 1917年因为生病需要治疗 井上一支柱暂时的离开了台湾 直到1922年 他再次带着希望回到台湾来传教 1926年井上一支柱再次的向日本政府提出 向原住民传道的申请 即使距离上次已经过了十年 整个环境也已经改变了 但是却仍然得到了不许可的回复 虽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被允许 被对原住民传道 但井上一支柱并没有放弃 他说 面临不能公开传道的境遇 拿什么来对周围的人传道呢 只有以我自己日常的祈祷 及行为来传道 1930年 物色事件发生 当时日本政府想要处分 有杀害日本人的泰雅族人 便问他说 有没有什么既不受伤 不反抗 一下子就能够死亡的药呢 井上一支柱回答他说 药是有 但是身为医生的我 不能够为了杀人而使用这种药 虽然后来这些人 还是因为环境的因素 一个个的死在狱中 但井上一支柱仍然 为自己当时勇于说不 没有犯下大罪而感谢神 为了医疗原住民的病患 井上一支柱经常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爬上高山才能够抵达病患所住的地方 手上一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他依然尽其所能的为他们诊治 有时候甚至还得帮忙接生 但也有好几次遇到状况很不好的病患 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 给予药物和治疗后 他便彻夜未免地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守所不能救治的命 上帝能够伸手援助拯救 而上帝也确实听到了他的祷告 让病患恢复 不仅如此 透过井上一支柱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 可以看得出 他对原住民的文化习俗还有环境背景 从不带着批判或是贬低 反而是深深地理解跟认同 即使对他来说 是他最痛恨也是最想隔除的猎手一事 他也说 互相残杀是人类的共通性 猎手应该是以武力来战胜外敌 为了种族保存的必要而采取的行动吧 他不单单是用心地去理解这些原住民 更在许多的演说或是广播节目中 毫无保留地赞赏这些原住民 为他们发声 一字一句都诉说着他对台湾原住民的爱 虽然井上一支柱很想要永远地住在台湾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所有在台的日本人都需要回国 为了表明想要永远留在台湾的意愿 井上一支柱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汉名 叫做高天命 然而1947年的时候 发生了228的事件 没多久井上一支柱就收到了归国的命令 不得已只好离开台湾 而就在井上一支柱吉祥 出发回国的前夕 罗东教会的陈耀中牧师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他说当初杀害他父亲的太鲁阁族人 有许多的人为了要受洗 从很远的深山来到了花莲港教会 花莲港正是当时井上一支柱 父亲被杀害的地方 而且还有部落建立了教会 有数百名的信徒 井上一支柱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感动 他知道神不只是因为听了他们的祷告 更因为神爱世人 所以才会引导太鲁阁族人 得救 也让他的愿望可以实现 回到日本后的某一天 井上一支柱收到了一封书信 信中提到台湾原住民 以翻刀或其他的武器来交换圣经 他知道原住民把翻刀视为自己的生命 如今他们竟然愿意用祖先传下来的宝刀来交换圣经 他相信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自1911年来台湾 1947年离开 这36年间 井上一支柱完全投入在台湾原住民宣教的施工当中 期间他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物色事件 228事件 他也经历了他的长女 次子 次女 相继的因病离世 那都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然而 即便日本政府不允许他对原住民传道 他的行动和祈祷 实际上已经让福音的种子 在台湾原住民的心中种下了 在井上一支柱已经老迈病弱的时候 当时玉山神学院的院长高居民牧师 曾经来到他的病榻前 对他说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热心信主 井上一支柱充满喜乐和感谢地说 上帝用我做肥料 使福音的种子发芽了 井上一支柱位在祁玉县的墓碑上 刻了一个爱字 并在下方用日文写下了 Dominun Udu 即泰雅语Dominun Udu 意思就是上帝在编织 回顾井上一支柱的一生 诚如他自己所说的 上帝是真正活着的 上帝确实也一直在编织着 上帝编织着你和我 上帝也编织着世界的其他的民族 我们必须愿意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动工 并耐心等候 才能让上帝为我们编织成一副独一无二的编织品 弟兄姐妹们 是否你们也正处于 为主服事却看不到果效的景况呢 识人泰戈尔德诗 用生命影响生命是这么说的 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请保持心中的善良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 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 请相信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而相信了自己 愿井上一支柱的故事能让你重新得力 看到盼望 请继续的勇敢为主去行动 不要放弃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